各位法师 各位局师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佛说 《辱光佛经》 在《大乘帐》17册 754页中南到756页中南 佛在世的时候曾经稍微受一点风寒 需要一些牛奶来服用 那时候有一位范至 名教摩耶利 有很多的弟子跟随他 又被国王大臣人民所尊敬 摩耶利虽然很富有 但是非常小气 嫉妒 不信佛法 不喜欢布施 小气到什么程度呢 他经常拿罗网覆盖他的房屋及中庭 不让鸟飞进来施家中的稻谷 佛想要度化他 就请阿难到他家去化园一些牛奶 那时候摩耶利与五百位弟子 正要入宫面见国王 刚出门的时候便遇到阿难 摩耶利问阿难说 你怎么来那么早 你要做什么呢 阿难就说 世尊因为稍微受点风寒 要我来启食一些牛乳 摩耶利默然不答 他心里想 我如果不答应给他牛奶的话 大家就会认为我很小气 但如果我给他牛奶的话 其他的饭制又会以为我在侍奉侍尊 实在进退两难 后来摩耶利想到一个办法 因为他家里有一头非常凶暴的母牛 他想 要不然就叫阿难自己去挤奶好了 这凶暴的母牛如果一发脾气来 用脚去促脏阿难的话 正好可以让佛门中人受到一点羞辱 大家就会离开他们 我还可以被大家所尊敬 不论阿难能不能得到牛乳 至少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并不是小气吝息 如果阿难被牛所杀 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呀 于是摩耶利就告诉阿难 牛就在牛圈里面 你自己去挤吧 然后摩耶利就偷偷地告诉他的小孩 你把阿难带去胸抱的母牛那里 仔细看看阿难能不能挤到牛奶 当时五百位弟子听到摩耶利的话 大家都很好奇 想要跟着去看事情的发展 大家觉得很奇怪 说世尊常常赞叹自己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能够度化十方众生老病死 既然这样 佛为什么自己还会生病呢 贩子们大家就议论纷纷 那时维某居士正想要去见佛 路过摩耶利的家 遇到阿难就问阿难说 你那么早那个坡站在这里 想要祈求什么呢 阿难就说 如来稍微也受到一点风寒 因此要我来启示一些牛乳 也不要让诸天龙神 及十方菩萨阿罗汉听闻这样的话 即使是转轮圣王 修得少许的福德 都能够自在无病 何况世尊从无始节来 不失一切人 这样聚集无量福德 而成的金刚之身 怎么还会有病呢 如果这些话传到外道那边的话 他们或许就会毁谤说 世尊自己有病 尚且不能了治 那怎么能够解救众生的老病史呢 其实如来是法身 并不是没有解脱的色身 而佛其实是没有病的 所有的病都已经灭尽了 如来身具有无量的功德 种种过患已经去除 要是说有病的话 那一定是有因缘 是为了度化众生而视线的 阿难你赶快走吧 不要去启食而惹得外道的毁谤 阿难一听到这样的话 觉得很惭愧 他想我是不是听错了呢 这时听到空中传来声音 对阿难说 阿难 如维某长者所说 如来出现于世间 是为了度化 五着二世的众生 才视线有病之身 以这样的因缘 来度化十方 贪嗔痴的众生 阿难 你还是去向摩耶利 化缘牛奶吧 刚刚维某居士所说的这些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觉得羞愧 阿难那时觉得很惊讶 他想 难道是我听错了吗 心里想 莫非这是如来微神 感动所致 那时五百泛治 也听到空中所说的声音 就知道 哦 原来世尊不是真正有病 这只不过是 为了度化众生而视线 于是都很欢喜 而发菩利心 文武俱士 其实是东方阿处佛国的大菩萨 他来这娑婆世界 也是视线有病 释迦佛要弟子们去慰问他 其实是想借这个机会 让弟子们去听闻 为魔长者的开示 那时候 摩耶利及他的亲属都很好奇 阿难到底能不能挤到牛奶 都赶着去看热闹 阿难到这一头暴恶的母牛旁边 他心里想 即使摩耶利允许我来挤牛奶 但是我是个沙门 不应该自己动手 那怎么办呢 这时第四天的座椅忽然震动了起来 于是从天上下来 画作一位年少的梵子 站在牛的旁边 阿难看到他以后 很欢喜 就说年少梵子 能不能帮忙挤牛奶 这位年少梵子就回答 其实我不是梵子 我是道立天的地士 我听说如来想要花园牛奶 所以特地从天上下来 想要多修点福德 阿难就说 您是天地 地位这么尊贵 你为什么还要接近这头 腥臭污秽的牛 第四回答 即使我地位再怎么尊贵 跟佛比起来 那根本不算什么 世尊都不厌倦行功利得 何况像我这样的小天呢 我处在无常之中 尊贵福德终究 还是会消散 如果再不好好修功德 坐吃山空 这些福德最后会善尽 无法作为长久的依靠 阿难就说 如果您愿意的话 那就请您帮忙挤牛奶吧 第四就说好 于是第四就拿着拨 到牛的旁边要挤牛奶 这一头本来非常凶暴的母牛 竟然很安静 旁观人都觉得很惊讶 这个年少贩子到底为了什么 竟然自己冒着危险 来喂世尊的弟子挤牛奶 为什么不让阿难自己去挤呢 第四 帮阿难挤牛奶时 就对这母牛说了一段寄送 大义如下 现在佛稍微受一点风寒 请你让我挤点牛奶 让佛服用 如果能够让世尊的病好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德 佛是天人师 他并不是贪求这牛奶 佛其实是以慈悲心 敏念一切众生 想要令一切众生都得解脱 这时母牛就对第四天 说了一段寄送 大义如下 你用手来触摸我 那是多么的舒适 不过请你 只挤我前面两个乳头的奶 留着后面那两个乳头的奶 给我的小牛吃 因为这小牛从早上到现在 都还没有喝奶 虽然我知道 供养如来有大福德 但是小牛也要顾啊 应当做平等响 这时小牛听到以后 就对母牛说了一段寄送 大义如下 妈妈妈妈 我从五始节以来 都没有听到佛的名号 现在好不容易听到了 我也很欢喜 也想供养 就把我那一份也全部供养佛吧 世尊是一切众生的导师 非常难得一见 我还可以吃草 喝喝水 今天就可以度过去了 在过去生 我曾做过人 经常在喝奶 轮回到畜生道中 也还不断在喝奶 这种经历 已经不计其数了 世间 遗迟的人 很多 大家都 不知道佛 不知道布施供养 等到贫困时 再后悔 也无济于事 我就是因为过去世 非常迁滩 常与他人 抵触冲撞 又遇到恶友 不信佛的教诲 借法 因此 堕入出生道 做牛做马 经过十六节 现在 好不容易遇到佛 就好像一个病人 遇到良衣妙药一样 因此 请母亲 把留给我的这些奶 都让阿难 拿回去供养佛吧 让我之后 能够开智慧 能够像佛那样 成就佛道 第四 就挤了全部的牛奶 满钵 交给阿难 阿难很欢喜 就带回去了 回去以后 佛就问阿难 经过如何 阿难就把 母牛与小牛的对话 说了一下 佛就说 过去的因缘 这一对母牛跟小牛 过去是 曾经是大富长者 但是因为非常迁滩 不信佛的经教戒律 经常放高利贷 有人还钱了 他却耍赖说 你没有还 由于这样的因缘 堕入畜生道 十六节 现在听闻 佛的名号 起欢喜心 而这个畜生的罪道 也就到此为止 现在听到 现在听到佛的名号 他起慈悲心 用牛奶来供养佛 将来会得解脱 这时佛露出微笑 阿难就请问佛 佛为什么微笑 佛就告诉阿难 母牛跟小牛 命中之后 会七番 生在斗帅天与饭天 又会七生 生在人间 作为富豪人家的子弟 不会再多三恶道了 而之后 他会得宿命通 经常供养佛 为佛玄翻盖 烧香供养 受此经法 而这母牛之后 会遇到弥勒佛 并在弥勒佛坐下 出家坐沙满 非常精进 不久之后 会得阿罗汉 母牛会得阿罗汉 这小牛更不得了 他经过二十节之后 他会作佛 佛号叫 辱光如来 度化众生 无数 同样 是以牛奶来供养佛 但是母牛 他是发解脱 出离的心 小牛发大圣菩提心 而之后 又不断地修学 听闻佛法 所以母牛 成就阿罗汉 而小牛 成就辱光如来 佛就告诉阿难 这母牛 与小牛 以好心 来供养如来 有这个因缘 而种下 得度的种子 像这样的畜生 尚且都有善心 更何况 我们六根玩具之人 有智慧 分别好坏 更应该发心 但却有人 不知生从何来 死到何处 不受此经教 不相信 不失 能在后世 得福报 由于千贪 而自己欺骗自己 心 存恶念 口 说恶语 生 做恶行 像这样 愚痴之人 那是不能够得到解脱的 以上这个故事 是佛说 辱光佛经 跟这故事类似的 有一部经 叫做佛说 独子经 在大乡上十七策 七五四页 上南到中南 佛说独子经 比较简短 大家可以互相对照 有关于维摩居士 与阿难的对话 在维摩经那边 也有出现 以上以这些 与大家一起共勉